要问问您 书本上的知识走进现实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近日江苏南通一所中学有一个占地1.5亩的网红地火了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在学校的一位生物老师的打理下 一百多种植物让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草园 不但为课堂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材料 也让学生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体会到了种植的乐趣 各种动样性就让他们现场也看得到 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花卉 各种各样的蔬菜 那具体的某一个精英动样性呢 就比如说我们的预计划有好多品种 哦 原来这也是杂草丛 那也是杂草丛 这就是遗传的动样性 通过这样的课堂就让他们切身地感受到 就来自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鲜活蛋粒 这个是我挖到一个最大的老开心的 我们来这边种菜是一些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在劳动中也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在他们拔草的时候 我给他赋予他一个意义 我说你每拔一根草 就像你拔掉你心中的一根烦恼 通过他的努力改变了一个环境 让一个事物变得更好的时候那种喜悦 虽然是生物老师 但是为了学生们也真的是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啊 藏之轶 我用来自然继续 我用来自然继续